走回來關心民眾的交通安全 很多鄉親要吃上新鮮、現樓、燒的海鮮 都會去山西的雲仔魚港 不過 算有民眾鄉管議員何千米來歡迎 魚港路安西兵翁台17山方向的燈丸廚 台約100多公囚的地方給人 特別多 跟路民間的差距差6公分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在這個路段 加上這個比較高 還有比較大的按摩圖給人 保重行車安全 山西雲仔港是當地的第一名 現樓的魚港 東西吃又燒 去陰很多要吃海鮮的鄉親來現狀窺 在雙邊就發現 魚港路由西兵翁台17山風向的燈丸廚 這段的湖南特別街非常危險 暗時樓天很暗 因為剛才在轉彎處 這邊滾嗎 轉彎這邊 這邊如果路炒沒有熟 外來的公也很多 因為我們怎麼出來 外來的公也很多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自己身體比較快 還是說不小心滾下 因為因為水流 過高的時候 真的變下去了 因為這是富蘭太軟了 讓我們不知道怎麼沒做 非常會避免 所以市民也在反映說 非常會避險 因為如果路上還沒說很康 還只是轉角處 很怕車輪有時開得太快 會衝出煩惱糕 所以我們是要叫管副的人來廢坑 希望已經把市民重新一站 重新做起來 也拜託他們把我們帶一個反光鏡 轉彎處如果有反光鏡 晚上車輪走下去 會看到反光 走下去 還是行車起來 都是比較安全的 關於玩樂親密 回到管副人員到行政會審 要求這100多公車 要比較走路段 更是快裝護欄 來為好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到中華新聞也很無 三三彩虹報道